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丈夫呢把妻子给信赞 说什么是他精神病 是资格老子精神病 结果根据他丈夫的良受呢 在他妻子在那气点在那大骂 就看来是精神病 也收紧了吗 收紧了这份大夫负责人 跟这位妻子就聊了很长时间 如果经过反复验证发现 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妻子是个正常人 这妻子甚至说说我真是正常人 我儿子跟你们医院一个小护士谈过来 不信你问问 现在你问问我 我丈夫他们单位 我丈夫不是个好人 他都有病 结果一问到他丈夫单位 果然出现这样的事 就他丈夫有外遇了 跟他妻子大吵一下 把他妻子出去归枪 可是他就借这几个 说他妻子有这份病 想不要是妻子 那边立体生活 就这样的事存在 还有的是那种呢 监护人给送来的 就是想本来呢 这个人在家里头呢 其实精神是正常的 就偶尔说脾气古怪一点 有的家属就嫌他麻烦 直接给送精神病案去了 就不想承担赡养义务 亏给精神病案拉倒了 这都是非常复杂的情况 他有的时候甚至呢 就听信周围的人 有时候精神病案也就这样 咱们看过这个 冯小刚有贺岁片 就没完没了 里边那个副标演的阮大伟 就是被这葛优给整的 提起来是暴躁 拿着刀砍他出去 说我要抓错 我非把他剁了不可 滚蛋 谁叫阮大伟啊 别有我就是 看见没有 这就是典型的狂造型 不犯病的时候 跟好人一样拿下 他有的时候甚至呢 就听信周围的人 有时候精神病案也就这样 你看这其实就是 这得说过去十几年 中国精神病收治过程当中 比较典型的现象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说到那个 出院的时候有个很大个麻烦 有的家属不愿要抢 一方面呢 是因为呢 这个人出来怕他再犯病 照顾他负担很重 再一个 这费用怎么承担 因为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的家庭 往往都很窮 有时候很难承担医疗费用 尽管咱们现在呢 政府管了一大部分医疗费用 但是还有一些是得家属承担 有的家属不愿承担 有的把病人扔到医院 我就不管了 就假设你要让我来领病人 一提交钱 得了 不干了 我走了 他有的时候呢 这个病人经过多年的治疗 早就已经治好了 可是他想出院 家属不来领了 现在咱们精神病人也是 谁送来的谁领利 这有监护人呢 像这种情况 所以他就出现了 我们刚才说的 精神病人即使治好了 也无家可归 这是哪一个 目前仍在滕县第三人民医院 精神科住院治疗的 唐文称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过去的十年中 母亲李华英 曾九次将病情 一度稳定的儿子接回家 但是接回家之后 唐文特不是把房子烧了 就是把家里的骨子 大力扔出去 甚至拿着刀 在村子里乱跑 老伴早逝的李华英 没有任何能力来盗鼓儿子 所以把他长期留在医院 就成了李华英 唯一的选择 同样也在滕县 第三人民医院治疗的一位 被害妄想症患者 他总觉得有人要杀他 所以他先下手为强 十四岁就杀死一个小女孩 民警协助送到医院 家属签字进行治疗 尽管经过治疗 他的思维已经比较清晰 精神症状基本消失 符合出院条件 可由于没有监护人签字接收 他不得不继续留在医院 那么绝不仅仅是精神病人入院 出院遇到些麻烦 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中国现在可以说精神病人的治疗环境 也不理想 为什么呢 他首先一个精神病院 这个数量少 全国现在登记注册的呢 是572家精神病院 总共有呢 13万2000张床位 病床 但我们刚才说 重度精神病患者 全国1600万人 1600万人对13万张病床 那哪够啊 根本就不够啊 所以很多地方关精神病患者 你看着 塞都里头拉倒了 床位根本就不够 而且医院特别关心的是啥呢 谁送来去 交钱没有 家属是谁 为啥呢 他这个收拾过程当中 有家属推过来就不管了 所以现在很多精神病院的 才这么周转上 捉紧见证 首先说我们卫生资源 这块是不毒的情况下 就依靠 那我现在卫生院 这个跟川医这块 那边是他监管 但是我是真的要把他 全部集中管理起来 那是很困难的事情 刘宪杰所说的他们 是指全县3362个 在侧管理的精神病患者 在这3362名患者里 有2739名患者达到了重症管理程度 但是目前 腾县并没有自己的专科精神病医院 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的120张床位 10名医生 15名护士 以及13名护理员 是这个县目前能够提供的 全部精神病专业治疗资源 而这与现实中精神病患者的需求相去甚远 腾县的这种情况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着全国医患比例失衡的问题 这也使得很多精神障碍患者 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全国注册的精神病医生 总共是一万九千名 每七万个人里才能有一个精神病医生 你说你要对应 这一千六百万重度精神病患者 你算是 一个医生得管八百四十多人 比这个还严重的还有护士 为什么呢 精神病患者 大夫诊断诊到完 他最需要护士的精心护理 可是没有多少护士 愿意到精神病院去干 所以精神病院经常 他的大夫跟护士编制都不满 有时候控编能控住一半 有的护士来了 干两天就跑了 干不了 因为我们知道 伺候精神病人是非常难的 护士界有句话 叫心眼科 颜外科 累死累活 妇产科 就是养科的护士干净了 对吧 妇产科护士忙活 但是比妇产科护士 工作环境更恶劣的 恐怕就是精神病院的护士 所以这大夫护士 医疗人员严重不足 还这么状况 捉紧见证 条件很有限 所以现在中国的精神病院 和中国的其他医院相比 整个的条件得差出 不是一个等级 两个等级 那现在咱们现在 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 我倒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目前的 精神病医院的环境 政府加大投入 短时间也很难 把它完全改善 在收拾这面 你有千差万别 好像有精神卫生法 做一个法律的底线硬杠 来规范这些行为 里面的人出不去 外面的人进不来 精神病院苦苦支撑 医疗配置低 经济负担大 该如何做 才能让精神障碍患者 脱破困局 走向康复 老良观事件 何处是归城 正在播出 现在急待解决的是 这些重度精神病患者 他出院以后 往哪去的问题 家里不愿要抢 出去之后容易犯病 长期坚持治疗 谁来给他治 有的家属 也不一定有这个医学知识 所以这一点 我倒觉得 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香港的做法 香港很多这个精神病人 依托在社区 就是呢 他从医院出来之后呢 回到自己的家 或者亲亲家 或者监护人所在 那么 不光是这些责任 都是监护人的 社区里配备 几名精神病的方面的医生 这些医生定期上门 来监控 这个精神病人的状况 这样的话 使他回去之后 能够持续得到治疗 而且经过监控的 能及时发现 他精神的不良动向 避免精神病出现波动 所以他这样一来呢 其实就等于呢 把精神病的治疗 从医院延伸到社区 而且也保证了 他回归正常生活之下 心态这种平衡 这是有利于 精神病患者的 个案和治疗的 所以我们说 治疗精神病这一块 它其实是放在 整个社会 医疗改革的大盘子里面 这也是我们 构建和谐社会 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的需求 他从医疗改革的